随着染疫人数增加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在三个月之内又重复感染 台南有民众八月底刚染疫 这个月初又再次确诊让他很崩溃 也直言无敌心心到底跑哪去了 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 全台大约有三万多名的确诊者 是在三个月之内又再度染疫 其中更有2%的人不到一个月又确诊 医师也提醒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次数 是没有限制的 你在两个月前已经确诊过 断断不到三个月就二度染疫 只能在家隔离让民众好崩溃 而在台南有一名28岁女子 八月底才确诊过一次 当时还丧失未绝 结果这个月初又再度染疫 让他觉得又要请假隔离 很对不起同事 到底无敌心心跑哪去了 自己难道是天气之人吗 就怕再有第三次确诊 可能同事都要翻脸了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全台确诊者中 大约有三万多人 是在三个月内再次染疫 其中有2%是在不到一个月内 再度确诊 用医师强调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次数 是没有限制 虽然过去有研究数据显示 在确诊康复后 免疫力可以持续大约三个月到几年 但在Omicron流行期间 有病患最短在一个月内就再次感染 医生也特别提醒 千万不要觉得现在疫情缺缓 就能放松警惕 随着病毒不断变异 再加上疫苗保护作用 随时间减弱 二度感染的机会 预计还会再增加 建议即便未来口罩令松绑 这个冬天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除了能防新冠 也能防其他病毒 记得有点忽略人 听不过头